台湾先前的鲑鱼之乱竟然登上德国节目 德国意志节目谁知道这种事 在本月9号播出的内容中 戏剧演员史翠特以及努尔共同答题 其中一题被问到 为了吃到免费寿司大餐 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的选项分别有A 数千人去闻上寿司刺青 B数十人在大米池里游泳 以及C数百人将他们的名字改成鲑鱼 经过讨论之后 两个人决定选择B选项 数十人在大米池里游泳 看完解说影片后才发现自己答错了 得知正确答案之后 不管是答题的队伍或是敌对参赛者 众人皆不可置信地笑了出来 而节目片段也引发台湾热烈讨论 不少人认为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